HELLO 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這個 上公子播客 繼續是雲公子對話 雲公子 你好 是 大家好 我們上集就提過 今集是加拿大之類 是 加拿大 加拿大就很多人去過 很多人在那裡回來 可以遲些說 我有兩次機會去加拿大 是 我亦有很多朋友 有親戚在加拿大 先說吧 說過你 你說了 在這個世界上 找了一些地方 我們之前說過殺狗 說過風經 說過洛杉基 這次其實你是去過加拿大 是 我也有的 為什麼那時候會考慮加拿大 因為我女朋友是加拿大人 她家裡全部人都在那邊 移了文海很多年 所以也有這個考慮 如果都會搬到一個地方 那個會不會適合的地方 所以也有去過那個看 之前其實去旅行 會探望他們家人 也去過 我記得印象 她在多倫多 印象 我記得第一次去很深刻 就是 一 下機 其實跟美國大城市差不多 一路沿途的東西 都跟美國差不多 其實跟美國是很相似的 很相似的 很相似的 但是一去到 她家附近的那個 highway 一下去 突然間 全部招牌 所有東西都變成中文 我明白 那我覺得這麼離譜的 你們這些人 竟然敢死 割了一塊地 就說是自己 差不多 租鑑 你一出去 我很深刻的印象 因為從來在美國 就算你去到唐人街 你都不會有這麼大的反差 你會突然覺得自己 我究竟在哪裡 就是這一刻 你現在說的第一次去是幾年 我想都是一幾年 是一幾年 那就是近一點 近一點 但是 都因為那些 建造的建築物 所有東西 其實店舖都是 一直都是那個區 那區發展了這麼多年 所以其實很多東西都是中文 那次第一次去 其實每次去這些探親 都是一個星期 十二八天左右 就是 變成你都是去 就是 不是有一個很深的體會 大概知道那裡是怎樣 那就走了 直到就是 退休之後 究竟那裡是否適合 我去住呢 所以就 在那裡住了三個月 因為你上次 我們說的就是 選哪個地方住 你第一站在加拿大 我第一站在加拿大 那就是去了加拿大 那你住了三個月 是 那你就住在類伯的家 是 那時候不是 那時候租了一間屋 租了一間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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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差不多每天都會回去 她的家 不塞車的話 其實就四五個字 基本上每天都會塞車 為什麼呢 我住在當地 即是近湖那邊 那我還沒去之前租屋 看地圖 我覺得四五個字 每天都會回去 不是很麻煩 就這樣 但是基本上 早上你要上去的話 都會有些 就是塞車的 有某些位置塞車 那你如果中間的時間 基本上它除了 你早上早 可能七點前 或者晚上七點後 八點後 中間是不會說 有塞車的情況出現的話 基本上都會塞車 因為她的路不多 即是等於香港 我覺得最早很嚴重 對 差不多是這樣 那我一定要想建立 就知道 法律增加 是的 那時候不知道 就租了在那裡 以為每天上去 又不想住那麼近 因為你住那麼近的話 可能要經常過去 那結果就是這樣 發現塞車原來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現在來說是多倫多 多倫多 其實現在多倫多 已經是一個很多香港人的地場 現在這一刻可能 國內人多些 國內人 但是就 留在那邊的香港人多 就是上了一年多的 對 上一代 對 上一代 就是1999年之後 那些 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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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他們去到 去到 他們是 其實很多真的上一年多 退休那些 我知道都幾多會回來 可能三四個月 是 然後就回到那邊 是 那 因為他們那張 他們那些 醫療保障 好像如果你離開半年 就沒有了 是 所以他們很多都一定 會留下最少半年 在加拿大那裡 那邊又沒有費醫療 那邊是 那邊是 那你退休那裡 其實好像不用交稅 還要有錢 每個月給你 是 那據我所知 加拿大就是一個 所謂醫療制度 去救急的地方 因為它是連這個 私家醫院都存在 是 它沒有私家醫院 沒有私家醫院 即是把私家醫院 包含在公共的醫療中 是的 它是去到最盡的 即是香港還有些位置 是的 加拿大好像是完全沒有的 我想也有的 不過 沒有的 真的沒有 差不多沒有 其實是 當然你聽上去 就好像好 即是你跟一個美國人說 他會覺得很棒 是的 因為美國人就是 你一個不小心叫 白車 你可能就是破產 就是那些東西 是的 但是 其實對於我們香港人來說 其實這件事情 你是 未必是你去到 你認為這麼好的一件事情 香港有一個位置 是 你可以選 是 是的 是的 我們就可以 去私家醫院 排得快些 即是可以有些 是的 我聽過的一些案例 就是你好像 照照照MRI 香港你很簡單 你也可以去辦桌子 或者樓下 然後 然後 可能要第二天 回醫生看 加拿大 等等我去檢查一下 哪裡有位 有期有位 我會再通知你 你到時去照 那等多久 一個星期不知道 兩個星期不知道 七天不知道 三天不知道 你幸運的話可能是四天 你變了望天塌掛 那一刻我聽到這個案件的時候 我就問 有沒有可以付錢出去 照MRI多少錢 照一張不太貴的東西 這間是香港的公立醫院 我也曾經指過 因為我很家裡的女兒子 我自己在桂園之間的頂層 在10000元的頂層 就是我準序法 只有一條廊架 要付錢給人生 我只付一萬元 這件事是好帳的 因為我負於很多年前 但我已經很疑惑了這件事 他說最重要的是大家就是賣 但是有另一個方法 就是你現在付錢 我們會直接付錢 那價錢就立刻 然後就直接付錢 所以就上去做這件事 那這個經典問題 接完之後呢 就付錢了 但是付錢給錢 我看來要注近醫生 那位教授 他竟然在賣藝術室 因為他已經收到過稅 所以不照顧 為什麼要付錢 付錢 然後就立刻賣了一個名 那可以發生 但是在這裏呢 就是 因為現在的教授 可以說一次 我們在這裏做了一個正義 所以我才會 有好人 有好人是不是 不,有好人 有好人 那一個就是 我又可以付錢 也是 又上來又開波 不用付錢 他說一聲 他說一聲 超過名 就是他負責就行了 但是加拿大就沒有 就是一定做的 就是變了 有少少是 看你好不幸 就是也都聽過 有些uncle的家人 就是有 有病 就是cancer那些 趕不及醫 就下美國醫 就是你有錢 唯一最近可以做得到的 就是下美國醫 是啊 但是 就是這些事情 就是你以為免費好的 但是原來 你一排排不到的話 那可能你的option 就是要是回香港 要是就馬上去美國 那裏搞了 那加拿大 有三個月 最後 你另外在這裏 你以為是甚麼呢 其實去的時候 剛剛去到 我覺得OK的 因為那段時間 我是沒有在美國 真的長住過 很久 就是每次去都是 都去住一個星期 就是去玩多的 那變了你突然 回去北美洲住 又像美國的 開頭的時候覺得OK的 因為我其實挺喜歡 在美國加拿大 在大超市場上 走的 就是我喜歡半夜去 那就是沒有什麼人 那 就是很多 就是很多東西選 很多不同的東西 那就是我喜歡 這一類型的生活 那 那開頭去其實 一路都相當無事 覺得OK的 是悶一點而已 就是他 他是悶一點點 但是就 你要有的東西 其實我喜歡看NBA 那多倫多也有 是啊 你看Hockey也有 那其實你不可以說他沒有 Baseball也有 就是你 多倫多是多倫多 是啊 就是你每樣東西都好像有 就是相對是一個 美國的普通的城市 那 那個 印象都不是太差 直到甚麼時候 我會真的覺得 那個印象差呢 我多倫多之後 我其實去了紐約 有比較 是的 一來到紐約 你就發現 哎 真的差一點 而那個差呢 我解釋不到 我每次解釋給別人聽 就是很簡單而已 它是每樣東西 都是你當七成了也好 那其實沒問題的 你說間超級市場欠七成 沒問題的 對波欠七成 戲院欠七成 所有東西都沒問題的 但是到你整個城市每樣東西 加起來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喂 為甚麼都差很遠 你覺得增加指數 不是 不是 其實是差不多 就是我 我不覺得 就是紐約已經是一個比較貴的城市 多倫多去紐約 我不覺得 是啊 我不覺得是 貴了 如果你 你差了百分之七成 那我增加了百分之七成 就是 三十分之七成 是啊 是啊 所以 你如果 如果只看它那裡 沒有比較的話 其實都不算差得很厲害 對 但是 我那時候的比較就是 突然之間 我有一個地方 去另一個地方 那個比較就很大了 印象都比較深刻了 所以 所以 是 那又不關悶 是嗎 悶是關事 但是其實 一個城市 多不多工作 做你只找的 就是 就是 你不用上班 有很多人都問我 很悶不悶 那 你也是 找到工作做就不悶 就是 你 有些人會問我 那你 你經常到處去吧 你在日本 那你回到香港 不是很悶 那你以為我在日本做甚麼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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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我在那裡有很多事情做甚麼 那你享受那種 那種 是啊 就是 但是 你不享受 是啊 我就完全不享受那種 沒有工作 就是好像最順利的 因為我一輩子有兩次 我受不了 就是有些神經病 當然 我還沒知過 那種很舒適的 甚麼都沒有做 是 但是在多倫 就是 事情就自己拿來做 是啊 但是你覺得多倫多就差點 差點 差點 還有它那些 就是我不是太喜歡 那個城市太過分散 那些東西 就是它一堆一堆一堆 那樣的 它就當攤一堆 一堆 撕攤一堆 然後你如果上到 那些中國人的東西 那些就是那些 那些地方 那如果整個多倫多 就是等於整個香港 都會不會大 我想大個香港 很大的 是啊 就是它那個 大多市 就包了很多地區 而且又是跟新加坡 或者其實跟東京都是一樣 平的 平的 沒有山的 是啊 那變成你的地其實是好用的 所以為什麼它樓價炒得這麼厲害 我經常都不太明白 其實很多地 你真的 你上個塔看一看 或者上個高一點的建築 看出去根本都看不完 那怎麼會沒有地呢 但是它的樓是近幾年炒得很厲害 那些樓價炒得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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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多倫多和溫哥華都是這幾年炒 對上個五六年炒得很厲害 那 那 中國人 你是不是都大中 就是香港樓價 你都壞了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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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加拿大樓之前 那些樓價炒得很厲害 那現在多了很多人去 那些樓價炒得很厲害 那是不爭執 那是不爭執 那就是不爭執 那是公求的 那我想問你 你說到處都是一些很港式的地方嗎 其實很有趣 我住在樓價炒 就不可以那些不港式的地方 其實我去完 我有時探親的時候去過那些香港地方 其實我有點害怕 那些地方還沒 因為你來來去去 你不去喝茶 就是去超級市場 即唐人超級市場 然後你就是這樣 不會有很多東西的 所以我特意租一間屋 就在樓價炒 那裡的感覺 就像在一個外國的地方 起碼 那 為什麼它有幾個不同的 你當作一個區 就有不同的感覺 那 所以我就喜歡住樓價炒 所以你要不是太想 想中國人的東西 其實也有 但是 那我會有時候去喝茶 又去做其他事情 那變成就 都 經常都會上上落落 那你說那些 那你說喝茶 就是去香港人的 是否他們的味道 跟香港音樂一樣 都不錯 其實都差不多 因為香港的主角 還有我應該錯過了它最好的時候 是啊 因為我相信那段時間移民 第一代移民過去那些 即是說好的主角 那些其實退休了 是啊 你退休了其實很難說 但是我其實喜歡吃那些辣的東西 即是那些四川菜 我很喜歡吃辣的 那類型的東西 在那裡吃反而我現在覺得是不錯的 情況就有一點點像在L.A.有時候吃些韓燒 他用一些美麗的牛肉去做 那很自然你會覺得是好吃 那即是我在加拿大 你會用一些本地食材 去做那個味道出來 那感覺比較安心 那還有都好吃的 因為現在他們 可能他們這一代的主角 就是這一代的人 就是因為他們不會去了很久 那我覺得味道是好 比香港吃的地方好 那加拿大本身就是 沒有一個餐廳的加拿大菜 那其實加拿大就是等於美國 差不多是美國那樣的 加拿大人和美國人 就是對於吃的要求是不少的 它有些不同的東西 即是好像那些 那些薯條上面做些 芝士 又撈汁在上面 那些 即是你是加拿大才會有 那些美國沒有的 即是美國人不是這樣吃的 但其實對於我來講 都是那些東西 即是其實加拿大的文化 是美國差不多 差不多 即是對於沒有什麼文化 即是等於最簡單的 還是簡單 即是比較複雜一點 是 但就 即是你如果吃中國的東西 那邊一定可以的 是 有些保證 那到頭來又不是悶 但是總是一樣東西都駕駛了 是 還有我不喜歡那個開車 是 是 因為塞車塞得太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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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單趟工作地方 那些居住的 是貴的 結果那些人就上上下下 去駕駛 那有些人 我知道是 真的四點鐘出門口 駕駛上班 寧願早點 不塞車 因為他們可以彈性上班 早點下班 走 那這個是直接規劃的問題 像在香港那樣 你現在發現 那條港隊都在中環那邊 那邊打擊 那邊打擊 其實是 如果我沒有記錯 它的大路線 打直打橫 就是兩條 一條還要收錢 所以 它就是這樣 還有一段段 一點段數 它可以夠位置 起到12條線 去到12條線 但是去到某些位置 它其實開不了的話 你縮發 越慢慢縮 那你那些位置 就會塞車 就是會有很多這些位置 會有很多這些位置 還有 我不是很喜歡 那些人駕駛的態度 那為什麼呢 因為它 我們上次說過 德國那個是駕駛得很舒服 是 可以感覺到你 在戰戰裡面 打斬前 你感覺到你 那些德國人的智慧 沒有啦 加拿大一定沒有啦 加拿大 我的感覺是 他們可能很悶 所以很需要刺激 甚至乎 去到一個地步 有一點點自殘的經驗 不是吧 因為這樣的 那條公路 其實很塞車 其實大家如果保持 大家行60的話 是很舒服的 可以很舒服 當然這個世界上 是不會有這個地方 發生到這樣 大家保持一個車位 你行60我行60 你不停來停去 基本上都可以叫做流通 只不過多車而已 東樓 問題來了 是很多人咳咳咳 為什麼 就是我解釋不到 甚至乎 甚至乎 我和我女朋友說 他坐在旁邊 你看他的車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因為我剛剛才看到他 咳出快線 走過300米之後 他原來出去 是走的 那我咳進來做什麼呢 我真的不知道他咳咳 他說你看錯而已 沒理由 然後每一次開車 我看到一件事 我都指給他看 去到一天 你喜歡跟我說 其實你不用跟我說了 我知道是有這件事 所以他們是喜歡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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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留回前車一個車位 或者一個車位 或者一個車位鬆一點很正常 因為我不可以 我不是跟前車太貼 但是哪怕你留一個車位的話 他會試進來 是 而試進來的話 即是我要WL 即是後面全部車要WL 即是你會解釋到 為什麼路會這麼塞 因為很多時候就會停 即是你很快就會停 因為有些人會停 但你停下來其實也不要緊 你停下來 你停下來 你真的看著他 可能只要開出一個位置 他就會回到外面 他又要回到外面 他會走 他會走的 是 他意味不明 即是意味不明 所以到最後 我唯一解釋就是 會不會要多亞洲人手車叉 因為鬼佬 其實有個印象就是 中國人開車 或者Asian開車是不好的 那我不看 又不是 甚麼人都有 甚麼人都有 即是白人也好 印度人也好 或者亞洲人的樣子也好 都是這樣的 最後的結論就是 他們太悶 他們需要刺激 而這個刺激 就在這裏他們拿來 你說這個靈體很悶 那你怎麼擁有這個悶 所以很難去摸這件事 因為你說他要有的東西 其實每件事都有 但是如果你很簡單 我一個朋友出來 晚上去喝東西好不好 去哪裏呢 天爺冰茶 因為大家都要開車 而他真的在Plaza後 經常都會有些警察在那裏 喝酒的 那你結果唯有出去就是 一天去他的家 要不就 在那裏過了 如果不是的話 你開車的話 你就要不就一起喝珍珠奶茶 不要喝了 那就是你好像就是 跟香港相比 你不是這樣 喂 大不理我就是坐的士 他說可以坐Uber 但是你也很煩 因為你有時去到 去到Uptown 或者遠一點的小小小小 你要叫Uber 可能你都等10分鐘 8分鐘 你不是好像這裏那樣 那就是變了 有些這樣的事情 還有 靜一點 就是你要去 玩的地方 可能你要回到Downtown 你變了就要我 駕駛的車下去也好 或者我想點下去也好 其實他們是不是都是傾向靜 大地方大就自然會安靜一點 就是你又 你又 就是你分散了 那些東西 你不會說好像 就是香港你說再吵一點的 你就是爛鬼方就吵了 多人去玩 那樣 但是他那裏如果有這類型的東西 就去了Downtown 某一個地 某一區 那你去到上面 就其實不多這些東西 就是去到遠一點的地方 那你住在那些地方 你是不是又真的長途不洩 去那裡玩 玩完又長途不洩回去呢 那你變了就少一些 那我問題在於大 亦都是在於大 是的 一切都是在於大 是的 你說真的 我如果一個人贏 如果一個人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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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太遠 就是我現在 等於我現在 香港那樣 其實我是約了你去哪裏 約了你去維舊飲 就是差不多是這樣 就是差不多是這樣 就是我後來試過 就是我一直不明白 因為我其實 多人多有幾間餐廳 我覺得OK 在下廳 有時候 我就不明白 為什麼你們住在那裏 為什麼你們沒有空 會下去吃 半年 一年你們都不去一次 這個地方吃 如果你試一次 你就會知道 你駕駛下去 連接塞車 差不多是一個多小時 才可以去到那裏 找位泊車就有難 那好吧 你吃頓飯兩個小時 駕駛一個多小時 才可以回家 那五點起座 十點回去 是啊 或者晚一點 你沒有那麼堵車 可能好一點 但是你是遇到那麼長時間 就差不多現在我們 沒事做了 駕駛上中山吃東西 是 是 是 明白 其實意思就是 公園 是的 至於那些社會階級 工作非禍 我想再說 其實現在是晉晉的 多倫多別的大人 是 是 什麼人總有 中國人多 但是我剛才說 Dowtown那裏 有什麼問題 到了一天 我終於 可以問我女朋友 究竟我現在去哪裏 是 因為我發現 逛街 怎麼見來見去 都是印度人 是 就是 我說我真的 為什麼見他 更多於白人 是 白人現在是少少數 白人現在是少少數 所以為什麼我經常 如果有人問我 你覺得什麼人是最好 我會說是加拿大人 我經常都會說是加拿大人 因為我第一次去 已經很深刻印象 就是沒有理由 你能夠容許 有一大個地方 你進去只有中文 你會覺得沒有問題 他沒有問題 是啊 他覺得沒有問題 那你還不是很友善 是什麼 他覺得沒有問題 就是這樣 他覺得沒有問題 那真的是種族解釋嗎 其實是的 還有你的感覺 也會比較不同 你去到 你要買東西的時候 聊天 在店裡的對應 你去到美國 是會有一點點不同 他不是看你不看 但是他會覺得 你一定不是這裡的人 但是在加拿大 沒有這件事 真的 他不會假設 一見到你就 你一定不是這裡的人 香港的人是白人 不是 中國人的地方 全都是中文 全都是中文 但你去當下 那些全部都是英文 全都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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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簡單 你去當下買東西 你見到一個中國人 你不會突然跟他講國東話 是的 你只是說英文 英文 全都是加拿大 是的 但他可以跟你講國東話 我沒有特意試過這件事 你講英文的地方 就講英文 你剛才說的 種族大融路 是的 全都是白英國 是的 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是的 感覺也很有趣 當然去到金融地方 中心的地方 你就會像一個 像紐約 有些像紐約 其實很多戲 很多戲其實是在加拿大拍的 是的 他扮 扮紐約 但是實際全都是加拿大拍的 他們比較容易 我們玩的地方比較大 是的 而且便宜一點 整個組員便宜很多 所以整個組員 是上去拍一個季節的東西 全都在那裡 是的 這個我知道 是扮柳洋 是的 你見到的士 你在街上見到的士 那是很有趣的 是 還有另一個拍戲的位置 是澳洲 是 是 我記得那次 我在那裡的時候 他在拍什麼 拍《Suicide Squad》 第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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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上了 第二套 要收服第一套 是的 都可以的 真的嗎 真的好過第一套 是的 真的嗎 是的 第一套 第一套 他那時候在那裡拍 我故意 因為在我公室外面拍 半夜就走出去看 他會叫你走到一旁 你們不要妨礙我拍戲 其實你很悶 看一會兒你想走 因為他一個鏡頭拍 五十次 是的 但是你會看到 整條街的的士 就是Gotham 全條街都變了 那些的士拍了在那裡 或者是警車 挺有趣的 那你記得 這間房間也是差不多 是 是的 差不多 而且他們的隊伍 有時候你會聽到 他們偶爾在哪裡吃飯 但是你真的 碰不到他們 那時候 就是那個 接著就在加拿大 是 接著就決定 接著去了紐約之後 就決定 不會回去那裡 這樣 會的 就是你探親我也會去的 但是你說長住 或者考慮異議 有時候有考慮過 是否需要移民 或者在那裡買個房子 其實都不會考慮 都不會考慮 不會考慮 因為他那個 價錢 是貴的 偏偏貴 又不值 那你不如去 我不是太久的話 就租一個地方住就算了 即又是那些可能 八九八萬港元 很奇怪的 是不想計算 就是我看過他的那些 公室 當你沒有買來租出去 還給了那些什麼東西 管理費 他們有很多那些雜費 然後你看到租務市場 沒有錢賺 即是沒有邀可言 沒有邀可言 那為什麼會有人做呢 但是每個人都在那裡 希望價值升 就是跟大師說的一樣 炒股票等收邀你 你就回到那裡 因為每個人都看好 希望他去升 是的 反而不是計算的收金 是的 即是我覺得似是這樣 那個市場開始似是這樣 那 那 那 我不知道現在他有沒有慢到 或者什麼 但是好像說 是的 好像 是的 好像就是說這個pandemic之後 那個市場其實沒有差 是的 即是說說好像有 但是實際已經好像是沒有 那你拿著樓的人 還有很多人是不斷投資的 即是我已經有一間屋 那我買個appartement也好 買個townhouse也好 那再投資用 我又沒有邀 那跟著他也不用邀 即是如果僅僅cover到的話 或者我只要供少少 那他已經覺得我賺了 那他升我便什麼 但是就是說什麼 直接等 是的 如果大家直接等 那你就賣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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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真的看不到他人口增長 是不是真的這麼多 會 我有認識一些朋友 其實下次才會開腳踏 那有兩種 一種就是很喜歡的樓盤 是 但一個非常喜歡的 他的手機是完全不可以的 但是很多都是不認識的 是的 是的 那我也有朋友 他也有朋友 他也有朋友 他也有事 找來做 是的 我自己也去到加拿大 因為可能我自己也會覺得 如果我去到加拿大澳店 其實我會失去樓盤 那最重要是有這件事 因為隔壁都不用 有室內泳池 有的 是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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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叫你不要游 有的 有的 如果你是喜歡野外的東西 那其實 就是 其實 那些東西 你怎麼說 我們都覺得 生活 有些 每天都在出出入入 有人經常都在想 什麼叫好的生活 就是 人家學生 或者你駕駛旅行車 去山間野嶺 就是我們有這樣的幻想 這個不是真的 其實不是這樣的 只要你發現你有一間屋 你就其實有很多事情做 剷雪 剷草 弄一下這個 弄一下那個 如果你本身有興趣 會做這些的人 其實你一定不會悶 但是 是 香港人的問題是 這些東西我們全部不做 很簡單 抽取線壞了 你不會想辦法自己弄好它 你打電話 叫人上來弄 因為換了它 但是 可能你在加拿大 你就有這樣的行程 我去 買 對 一個抽取線 自己裝上去 也好 就是會有這類型的東西做 到你一間屋的時候 你會發現很多 淋淋滋滋滋滋滋的東西 對 其實是 慣與不慣 香港的生活 可以有很多支蔬菜 你走到街上可以有很多東西 那裡就沒有了 如果你習慣了這件事的話 你也一定要有這件事 我很清楚 我一定要住在一個大的城市 那裡 我不可以住在山卡的地方 對 對 我加拿大也認識一些朋友 他是特意住遠一點的 對 他寧願 我覺得這樣我舒服一點 就是 因為每個人最重要是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你和其他人 希望做到你期望的東西 拿到你期望的東西 所以有什麼事 就是 我為什麼特意去一去 住幾個月 看一看喜不喜歡 那就是這件事 如果你不喜歡 你突然間貌貌然叫我 明天什麼行李去 我可以的 那裡去到才算 那 你可能過的生活 未必是你心目中所想的東西 因為最近有很多人 都在醫院出發 去政局 是 接下來會去加拿大也有工作 那 那 就是 我想都不是學問工作 關不關就兩體 早上起床上班 我想不是很多人習慣的 哈哈 即是有些人說到他自己不能呼吸 那 他去到如果能呼吸 就可以了 那習慣不習慣已經是另一件事 因為 對於這件事 他是生存問題 在那裡他就是生活問題 但那個東西其實是相當的 其實 不是 因為有些大邏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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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 一路都沒有一個感覺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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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都很喜歡 在香港的地方 就是 就是 不知是喜歡的 會和你說真的都從來沒有選擇過 就是 可能我是你 其實我可能會選擇 哈哈 但是我就是從來沒有機會選擇過 那麼 留在這裡 都 我享受這些生活 我享受香港 就是 我 即是香港 其實香港的生活有這麼多 是的 就是 起碼你是 都找到一些事情做 你找到事情做 找到朋友 就是 你以為很容易 在加拿大 無端端 七八點叫個朋友出來 沒有這些事情 現在 發生的事情 我可以找你 是 你可以來 是 一、兩分鐘就見 是 我來到之前 我們做節目之前 我會跟你說 我發現之後 有些相機 不是 不是 是 是的 都包含了些什麼 是 但是我覺得這裡很有趣 是的 就是我覺得 是香港才有 就是 是的 就是我會享受一些 是 就是看來那個 對自己真正的要求 是 可能有一天的時候 我覺得 我真的需要很認定 什麼都國際化 就是經濟經濟 那 就是 放逐自己 因為 我為什麼要問你 就是 是 是 這個 是 是 這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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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朋友跟我們相同 但我不能相同 我真的有機會 就是 這位朋友現在在哪裡 這位朋友 就是 有人只會跟我一起 是 也是 很有朋友 在香港 搞了他 也 找我去幫忙 然後 把他把他交給他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 用這個大師做見面 下一集我們就講一下關於加拿大 因為加拿大和香港 好 我們講一下加拿大和香港 我們會分享一下 我的朋友 我以加拿大和香港 我會分享一下 我自己有些想法 我們下一集繼續講加拿大 好 今集的長江之報 只會這麼多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 多謝大家收看今天的節目 記住 like share comment 還有記住 如果你還未訂閱我們的亞洲電視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亞洲電視頻道